作者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翟东升 前一阵子出差跑了一趟山东 在往返的高铁上 看着窗外飞驰的山川 丘陵与平原 我不禁想起了齐鲁大地上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可谓是八百里山川奔来眼底 三千年往事涌上心头 大约2500年前 山东是中国古典思想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原创性思想爆发的高峰期 原因恰恰在于当时的分裂与竞争 诸侯之间相互竞争相互兼并 他们对于治国理政思想有着迫弃的需求 有需求就会有攻击 一大批富于原创性的思想家在这个时代脱颖而出 而他们的门生则周游列国都受其主张 或以智谋星天下或以游说谋富贵 不同的思想流派和政治主张 在不同国家得到接纳和实践 而不同国家的兴衰存亡 则反过来导致了大多数思想流派被抛弃和正伪 最终能长期占据最主流地位的是法家和儒家 巧的是 这两家最初的发源地恰恰都是在山东 自古其鲁并称 其国是江子牙的封国 而鲁国是姬姓周王室的旁支 地理上 鲁国是典型的农耕文化 而其国是海岸线漫长的半岛 居岩铁之力 通过沿海岸线的航行 与辽东半岛和江苏浙江等地有着贸易关系 因此其文化带有更多的海洋文化特点 鲁国农耕文化的思想结晶 便是孔孟的儒家 注重礼乐所承载的伦理和等级秩序 而其国的海洋文化的思想结晶 便是以管仲为代表的齐法家 他们更加重视商业利益和权力关系 带有鲜明的重商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色彩 鲁文化似乎总是试图教化和改造人性 而其文化则更加侧重顺应和利用人性 帮助齐国称霸天下 帮助秦国统一天下的都是法家 但是帮助后来的汉士 作文江山的确实儒家 凡事实现了大一统的王朝 为了降低统治成本 约束知识分子和将领们篡权夺位的野心 皇帝们都喜欢重用儒家 用礼仪和伦理来规范人们的行为 训化人们的思想 使之更加自律 自省 自卑 但是最高统治者本人 却多是法家的实践者 也就是所谓的内法外儒 最经典的莫过于汉宣帝 他让自己的太子跟儒家的大师们学习 结果迂腐的太子 把儒家的价值观当真了 以德政的理念 批评父亲对大臣的过失惩戒 太过狠辣 这令汉宣帝不由地感叹 汉家自有制度 本以霸王道杂志 奈何纯任德教 用周正乎 且俗如不达时宜 好事骨飞金 使人炫于名时 不知所守 何足委任 他预感到 这太子过于仁弱 老刘家的低业 有可能会在他手里 但是又因为已故发妻的原因 不忍心废掉这个嫡长子 结果西汉后妻的权臣 宦官和外妻的轮番专权 便是从这个汉元帝开始的 汉元帝的夫人王正军 后来长了大权 他有个喜欢践行 和推广儒家理念的侄子 叫做王莽 作为鲁文化之精华的儒家文化 带有鲜明的农耕文明色彩 由于在历代 统治者眼中的重大工具价值 汉武帝以来的2000多年历史中 儒家经常性地占据主流地位 即便是草原民族 入主中原之后 他们通常也用儒家 来治理汉帝汉人 因而很可惜的是 其文化则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 被逐渐边缘化 碎片化 污名化了 管中的大明 许多人都听说过 但是他有哪些主张哪些功绩 恐怕所知者寥寥 孙子兵法 许多人都读过 但是研究过孙殡兵法的估计很少 殊不知 前者主要剩在文采 后者才是实践经验之精华 到了21世纪的今天 经历了剧烈的社会革命 和工业革命的中华民族 早已不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 而成了一个开放型的 陆海复合型大国 因此 儒家的某些理念和主张 已然不合时宜 不仅如此 中国正在迈向世界舞台的中央 面临着风高浪 及乃至惊涛骇浪的外部挑战 这样的大争知识 需要我们更好的挖掘 和光大气文化的宝贵文化财富 兵家文化 法家文化 和学宫文化 首先说说齐国的兵家文化 江太公是商末周初最杰出的战略家 他帮周王朝伐商成功 为激兴八百年江山 打下牢固的基础 因战功而授封其地 从而将兵家文化带到了齐国 自此 在春秋战国时期 齐国历来是兵家文化的高地 涌现了一批杰出的军事家 田壤居 或称司马壤居 燕英对其评价为 其人文能负重 武能威敌 他临危受命 率军击退晋国和燕国联军的进犯 开战之前 田壤居以杀伐立威 将齐王派来监军的宠臣 和随后派来 囚警的宦官 当众斩杀 后来作为田氏旁之的孙武 到吴国帮吴王训练宫中嫔妃 斩杀侍宠 嬉闹的妃子的做法 很有可能就是在模仿他的这位家乡前辈 田壤居对一线战士关怀备制 与士兵分粮同时 因而深得将士拥戴 后来的吴启常给士兵吸拥 其实就是在模仿他 起军式思想 被收入司马壤居兵法 并入司马法 该书被司马迁称为宏阔深远 虽三代征伐 未能尽其义 差不多在同时代 孙武从齐国流亡到吴国 26岁的他 为了得到吴王的重用 浸现了自己的学术专著 兵法十三篇 一个从未打过仗的年轻人 能够洋洋洒洒地写出这么系统 而精妙的军事理论专著 作为自己的求职论文 可见其故国的兵学积累之后 当然 如果说孙武是以兵书写作而闻名 那么他的后人孙斌 则以实战智谋著称 孙斌被其师兄彭娟妒忌伤害 但死里逃生 后已指导其将填击赛马博弈 而出路锋芒 得以被齐国重用 在桂陵之战中 他以唯卫救赵之计击败彭娟 最终在马陵之战中 以剪造之计误导彭娟 成功消灭卫军主力 粉碎了卫国的军事霸权 战国时期 另一位著名的齐国军事家 是田丹 Dane 在燕国名将越义 率领五国大军大局入侵 即将全面灭亡 齐国的形势下 不愿意被王国灭种的田丹 挺身而出 以积末和举县 这两个最后固守的城市 作为翻盘的资本 先以反剑计 驱走对方主将 再以神轨之说 稳住几方军心 最后又创造了火牛阵 绝地翻盘击败燕军 奇迹般的恢复了 齐国本已沦丧的国土 此外 战国时期 还有一位齐国女婿 她虽非其人 但却是受其文化影响甚深 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吴启 吴启是卫人 先是入鲁学儒 但因其行为秉性 不服儒家风格 而改学兵法 在驻鲁抗旗的战争中 脱颖而出 之后转世卫国和楚国 创建了大名鼎鼎的 特种兵卫武族 与诸侯大战76 全胜64 为卫楚两国开疆拓土 她所推行的变法 大大加速了 卫国和楚国的政治 与社会变革 甚至在被楚国贵族 反攻捣算的生命最后时刻 她也用其兵法和制谋 成功地报复了凶手们的家族 下边再谈谈齐国的法家文化 法家文化 是齐国和秦国 崛起的共同原因 但是秦国的法家 奖励更战 要求利出一孔 打击商人 而齐国法家 则是高度重视商业 实现了国家治理 同市场经济的高度兼容 齐国致富 主要不是靠农耕 而是靠盐铁之力 从江太公时期开始 齐国执政者便致力于 借助市场力量来配置资源 实现富国强兵 史记有云 太公治国 通商工之业 便于盐之力 而人类史上 招商引资政策的最早记录 可能就属齐国的管重了 它的政策在现代 被称为重商主义 即通过给各国商人们 提供各种补贴和特权 吸引全天下的资本和商人 云集齐国 创造出繁荣的市场经济 但是 经济天然会有波动 市场越是繁荣 经济波动就越大 如何搞好宏观经济调控 和逆周期调节 这个现代治国理政中的重大问题 我们也能够从齐国的探索中 找到答案 管众所倡导的奢靡之术 自古被儒家学者所诟病和批判 但是到了20世纪 当中国知识分子读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之后 他们才意识到 2600年前的老祖宗们 已经把财政逆周期调节的思想 付诸实践 载入典籍了 管众之志 实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 第一次和平崛起 齐国称霸天下 主要是靠经济战 而武力征伐 是威慑和辅助手段 传说中的福伯降乳 胡皮得代 本质上都是利用不同商品的价格弹性的差异 主动塑造国家间的不对称相互依赖 从中获得对外霸权 坦承经济战的经典模型 在今天 在全球性开放市场经济条件下 如何提升国家的国际地位 如何将对外经贸关系武器化 如何防御他国的制裁和经济战 齐国的历史 已经为我们提供了相当精彩的案例和启发 除了管众之外 还有一位与市场经济高度相关的政治人物 是范黎 这位中国出名最早的首富 从浙江辞官下海 迁居齐国 范黎 浮海初齐 便姓名 自卫吃乙子皮 耕于海叛 苦身陆利 父子至产 居无几何 至产数十万 其人闻其贤 以为相 范黎溃然探约 居家则置千金 居官则置倾向 此不一之己也 久受尊名 不详 乃归相印 尽散其财 以分与之友相当 而怀其重宝 渐行已去 止于陶 尽山东定陶 以为此天下之中 交易有无之路通 为生可以致富矣 于是自卫陶诸公 赴曰要父子耕处 废居 后时转悟 逐十一之力 居无何 则置资累居万 天下称陶诸公 他渐行历州旗投资 汉兹周船落资车 三次散尽家财 最终成为天下首富 围绕范黎的故事 浙江只能挖掘 他与勾建的君臣关系 和西施的悲剧传说 但是山东 却可以挖掘其商业 投资实践的精彩故事 最后还得说说 齐国的学工文化传统 中国远古时代 就有吸纳民间人士 参政议政的制度传统 如皇帝的明台 姚的渠氏制度 都是为了听取闲适 民众的意见 基于此传统 管众建议齐桓公 效仿历史上的明君 设置则是 聚集有识之士 谈论政治 真编实弊 此后百年 齐国则是逐步发展成为 后世文明天下的 纪下学工 战国时期的公元前374年 田齐第三任国君齐桓公主义 不是春秋时期 管众服务的那位齐桓公 春秋齐桓公是江小白 而是战国时期的田氏 齐桓公名为田武即位 他为了巩固政权 招揽天下人才为己所用 在就有学工的基础上 修建了更为完善的学工 即纪下学工 在此后 历代田齐君主的大力推动下 越来越多的思想家和学者 齐聚于此 齐威 宣王时 聚天下贤士于纪下 尊崇之 为加许聚集于 纪下讲学议论的文学游士 齐威王将他们任命为 列代夫 实行不任职 而论国事不治 而议论无官首 无言则的方针 并且为他们建筑高大的屋宅 和平坦畅达的大陆 体现对知识分子的尊重 成语康庄大道一词 便由此而来 至千里之骑士 总百家之伟说 这是史学家司马光 对纪下学工的评价 根据记载 除了没有明显的 穆家人物记录在案 几乎当时 有一定影响力的学派 儒儒 道 法 明 阴阳等 都曾注足于此 围绕礼法 王霸 毅力等话题 展开辩论 相互吸收 共同提升 是称百家争名 在其兴盛时期 纪下学工 汇集了天下贤士 多达千人 其中著名的学者 如孟子 孟科 邹子 邹衍 田田 慎子 慎道 申子 申不害 荀子 荀矿 等 为后世留下了 孟子 荀子 宋子 荀子 等重要典籍 纪下学工的功能 不仅类似于 今天的社科院和中科院 还附带有 综合性大学的人才培养功能 各路学者为齐国的求学者 传道授业 不原化的教师队伍 大大拓展了 齐国年轻人的视野 在知识体系上 大师们教授的 除了治国理政的学问 也涉及如兵器制造 制格 造车 建筑 采矿 冶金 制陶等理工科专业的内容 纪下学工 为齐国培养了大量人才 有才识的师生 可以为国家的发展建言献策 学生可以经过先生的推荐 进入仕途为官 人才队伍的强大 使齐国在战国七雄中 一度处于优势地位 以上 我简略地回顾了 齐文化中的兵家 法家 和学工文化 那么 应如何在21世纪的今天 挖掘和开发 如此丰富灿烂的文化宝库呢 今天各省的文旅局都很努力 但是受限于多数地方干部的 文化素养和思维习惯 他们能推出的亮点 基本上集中于自然风光 和吃吃喝喝 然后买流量 打广告炒作热度 吸引人气 自博烧烤的尝试 应该说是一种必要的努力 也很贴近人民群众的需求 但是从马斯洛需求理论来说 吃喝仅是基础的需求 同质性太强 附加值有限 可持续性比较差 中国中产阶级的消费品位 其实正在很快提升 毕竟每年有一千万大学生毕业 山东文旅 要想做的格调高雅一点 就应该下力气 挖掘一下丰富的其文化资源 而不要仅仅照着屈腹一只羊身上 薅羊毛 比如说 在济夏学宫的遗址附近 资博的齐都镇 不妨重建一个学宫 反聘国内外名校的退休教授们 来搞成一个社会性的开放性的大学 它本身就成为一个新型的旅游培训景区 如果能设立一些课题 让人把上文列到的兵家人物 和法家人物的思想和故事 乃至其后世的传承 都好好开发一下 形成生动有趣的课程体系 提供给全国的各类总裁班 高管班 党政干部班 做培训内容 这样我们的所谓国学班 就不必总是停留在周易算卦 和论语说教的框框里打转了 当然 更加重要的事情 还不归文旅馆 而要看宣传系统的认知和觉悟的 那就是把其文化真正的复兴起来 中央提出第二个结合 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那么 什么是优秀传统文化 哪些传统文化 才算是优秀 我认为 关键是看今天这个新时代的形式与需求 正如上文所说 在中华民族走向蓝海 回归世界舞台中心的大时代 其文化中的法家和兵家文化 可能比儒家文化更符合时代的需要 如能组织高水平理论团队深入研究 相信一定能让其文化的某些元素 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中国化的伟大工程中大放异彩 其文化如此 其他省份各自独特悠久的文化传统 又何尝不是如此呢